元宵节将至 台湾各地的灯会也陆续登场 那各种以生肖兔为造型的 主灯一一亮相 让民众大饱厌赴 26号率先亮灯的新北灯会 设在森林公园 规划了八大主题灯区 主灯是八米高的太空兔 脚踏飞碟 配合灯光360度旋转 还会时不时眨眼卖萌 我觉得还蛮俏皮 就是是兔子然后比较好发挥 然后真的现在还没逛完 但乍看一下觉得还蛮不错的 现场还布置了 一千个新北市民的手绘灯笼 以及小朋友最爱的交护士灯组 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我觉得这蛮适合小孩的 看我们家儿子已经在这边 玩了十分钟不肯走了 南部的灯会则选在 高雄左营的连池坛举办 将从正月初五 一直点灯到元宵佳节 除了大型的兔子主灯 现场还有绚丽的激光灯树 从龙虎塔闪耀而出 延伸到五里亭相互呼应 点点波光 像极了成群的蝴蝶 在连池坛上飞舞 让古香古色的连池坛 瞬间变得华丽梦幻 重磅的2023台湾灯会 则定在2月初登场 这也是时隔23年 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今年的主灯 是一支22米高的玉兔 融入多种科技特效 搭配光电音乐 未来感拉满 记着十分钟 这个kins両号 政府在olutions цвет 祭 逅